图山景死了 我竭尽全力帮你 你想要什么 我都给你争 我去给你夺 可我只想要一个图山景 你为什么都不给我 我做错了什么 当刀快插入胸口的时候 一个急停 枪炫此刻才明白 图山景对小妖多么重要 原来不是自己为了事业 才让小妖和图山景走到一起 而是早在多年以前 图山景就已经治愈了小妖 两人的缘分早已解不开了 枪炫园觉得图山景配不上小妖 觉得只要她消失了 就可以解决一切 大不了自己陪着小妖熬过去 时间可以愈合一切伤口 可是从一开始 小妖跳水 海边心碎 对月成婚 再到小月顶护杀 乃至最后的凤凰灵符 独父死事情的发展 越来越让人心惊肉跳 图山景到底有何魅力 能比过香柳 风龙的小妖的青睐 第一次相遇 小妖还在大荒流浪 化身为清水镇的小医师文小六 图山景则是被哥哥折磨了六年 最后被抛弃的废人 小妖本性善良 看到图山景想要救治 却怕招来祸患 于是退缩了 后来实在过意不去 便一不做二不休把人带回来精心救治 为此还被老牧埋怨 串子和麻子就是普通的人族 老牧能看出的事情小妖当然知晓 可打动小妖的是什么呢 向往美好和强烈的生存欲望 当时的图山景已经快S了 可是他依然努力爬了一段距离 并在饼和花之间选择了那朵花 救下图山景后看到他满身的伤痕和隔日为自己挡下的蜡油 小妖又被震撼了 她流落大荒三百多年 遭受很多非人的苦难 特别是被九尾狐腰关起来的那些年 也曾有过绝望的念头 到最后只想着干掉对方活下来 可是眼前这个人被折磨成这样 却依然心怀美好 小妖救治图山景的过程 其实就是在治愈自己 虽然此刻的文小六完好无缺 可是心却被伤得很重 依然还囚禁在当初那个牢笼里 小妖把自己的心变得冰冷坚硬 不信任任何人 当初自己最爱的娘亲舍弃了自己 在玉山等了七十年也没人管自己 和九尾狐妖相处不错 却被囚禁要对自己复仇 这时的图山景像一束光给了小妖一丝希望 她身上的温暖也让她的心一点点融化 渴望依靠别人 就这样 小妖对夜时期产生了感情 枪炫不喜图山景 主要是因为她几次伤了小妖的心 最重的一次导致小妖呕血 还差点丧命 即使我们观众有上帝视角 这事儿就是到今天 也是谁看谁气愤 和算计她的防风意应当断不断 对三番五次害她的图山猴心慈手软 倒是把深爱的小妖气得伤心吐血大病一场 就这 小妖还要跟人跑 就算不爱小妖 身为哥哥的 枪炫也不能答应啊 可图山景被称为 心有百翘 智慧无双的青秋公子 身为图山市组长 怎会这样无用 在枪炫吐槽图山景的时候 风龙却给图山景找步 他只是太善良 图山猴是他的亲哥哥 下不了手也正常 就算是亲哥哥 三番五次想要害他也是事实啊 这里风龙说的就比较理解图山景了 小的时候 图山猴带图山景非常好 即使被母亲嫌弃 依然非常好 所以图山景总有一种赎罪心理 再加上他的心思本就纯良 不想做的太绝 对防风异应也是如此 他并不知道异应对自己的算计 只觉得自己对不起他 想要尽自己所能补偿他 不能让他明节受损 让小妖等他十五年也是如此 在此之前 对图山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家族 必须将家族之事料理完毕 才可谈私情 图山家商号遍布大荒 十五年 已经是他能做到最快的速度 图山景不是优柔寡断 而是内心强大 且有责任心 当他坚定此生最重要的是小妖以后 一定要尽最大努力 将一切都料理好 才可以面对小妖 无论是家族还是仇人 图山景都要负责到底 也正因如此 防风异应才觉得愧对于他 最后选择和图山猴共赴皇权 选择放逐图山猴 是因为他早已拔出图山猴的爪牙 留人一命 是他念及旧情 选择秘密转移防风异应 是他觉得异应也只是一个苦命人 因自己被耽误了一生 虽已犯错 但罪不至死 内心温序善良的图山景 责任感极强的图山景 才是小妖几次信任他 并深爱他的理由 正因如此 两人兵士前嫌误会解除后 只想着尽快在一起 可添不遂人愿 竟然因为算计两人又一次错过 小妖的疯狂就是爱到极致的表现 她和图山景互相治愈 可这个平衡被打破了 小妖因为图山景的求生和温暖治愈 图山景也是因为小妖的救治 而对这个世界充满希望 无论老西岩王还是浩灵王 无论香柳还是风龙 都看得出图山景志在小妖 这样的人才是值得托付的人 最后还要说说香柳 她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和小妖立场对立 故而一直默默陪伴小妖保护她 不仅教她射箭有力自保 还几次护她周全让她有处可去 最后更是送她图山景长久陪伴 让她有人可依 当初清水镇上 夜时七几次护小六周全 后来的图山景目之所及 只有小妖 香柳怎会不知图山景的能力 可她眼里只有小妖 这样的情敌向柳是尊敬的 可惜了柳子 早已想清楚将自己的一生献给大意 自愿放弃了小妖 所以你看 图山景并不是小妖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也不是因为她事事以小妖为先才感动小妖 图山景真的很有魅力 小妖才是真正精明的人啊 长香四二开播之前 预约人数就破了八百多万 可见 这部剧一开始 观众还是对她充满期待的 当时还有人说 长香四二若是开播 热度与播放量或许可以和庆余年二碰一下 可没有想到 长香四的热度在第一次上三万之后就一蹶不振了 直到图山景死热度才再次回升到三万 长香四二的剧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崩的 关于感情线 剧方从一开始就是宣传小妖与香柳只是知己情 所以很多人都是战官配 然而剧情发展过半 发现小妖与香柳并不是知己情那么简单 问星时的拒绝回答 情人古几十年不曾发作 海边说以为是自己的幻觉 星星镜里的回忆录像 这些都是小妖与香柳不是知己情的证据 许多妖精粉看到妖柳之间隐藏的情谊 开始觉得受伤 而妖柳粉也看到了希望 开始暗戳戳地磕糖 然而糖还没磕完 新一轮的伤又来了 图山景与小妖又重新到了一起 重新走到一起本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是中间没有任何的过渡 我不知道剧方删减了多少剧情 每一次都是前一秒妖柳 后一秒妖精 而小妖总能立马切换 似乎是谁都可以 是谁都无所谓 小妖的这一态度 让两边的粉丝都很受伤 对她的心意越发不确定 似乎谁都喜欢 似乎谁都没那么喜欢 观众还在纠结她喜欢谁的时候 图山景死了 小妖的情绪彻底外放 这时候观众就没有代入感了 怎么就突然那么爱了呢 关于明场面 长相思二的追剧氛围 是我每次看评论 都要深呼吸的地步 所有的粉都在吐槽 都在为自己的角色鸣不平 先说香柳 香柳海底 相伴37年挖星投血 输血的那个特效 搞得像水龙头 毫无美感 如果不是演员演技在线 作为观众真的秒出戏 再说小妖 桃林任母 对于小妖来说 其实是一场重头戏 可是现在拍成了什么样了 阿恒的装造像是第二个图山景 拥抱小妖的花瓣 零零星星几片 数得清 其次说图山景 图山景被围攻是一个高光 在原著中 也是用了不短的篇幅去描述去塑造 然而到了剧里 图山景的画面 还不如图山猴多 图山景变成了一个人肉包 只知道挨揍 不知道还手 很多戏份 特写都会一解媒 花絮流出的片段也没有了 最后说枪炫 枪炫杀图山景变成了一场幻境 剧情发展到这里 枪炫其实已经不是枪炫了 按照原著来演 还可以说是人性 可是现在什么都不是 全谋没有全谋 爱情不是爱情 亲情不是亲情 他走上皇位靠的全是女人 关于人设 香柳变成了一个工具人 他就是一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搬 没有太多的镜头去体现他作为一个异军军师的主要任务 剧版中的香柳 一天天闲得很 没看到过陈戎战士反抗厮杀 天天躲在树林中消耗粮草 香柳一点正是不干 到处溜达 不是撮合这个 就是救那个 枪炫的事业线被削弱 所有的心思全都在小妖的身上 只要小妖出现 就是一双深情的眼神 视线锁定 并且跟着她移动 涂山景就更加了 爱美人不爱江山 跟踪 监控 视线锁定 小妖干什么 她就陪着干什么 如影随形 唯恐把小妖弄丢了 小妖明明有那么多人爱她 可是她就是感受不到爱 还是缺乏安全感 还是觉得害怕孤独 关于逻辑 原著中想要杀死图山景的是枪炫 可是在剧版中变成了星月 星月哪来的理由杀死图山景呢 星月杀死图山景 是为了让小妖嫁不出去 一辈子待在陈荣山 待在枪炫心里一辈子吗 这逻辑何在 星月知道枪炫喜欢的是小妖 她肯定希望小妖与图山景赶紧成婚 而不是杀死图山景 让小妖孤身一人 长相思二 看到现在 我已经完全无法带入那个剧情了 长相思二的剧情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崩的 是编剧将妖柳线 完全变成了香柳单相思开始的 长相思二 是妖柳的重头戏 剧里改成了单相思 那整个剧情 情感 人设都会很割裂 一开始 若是不宣传妖景纯爱 妖柳只是知己 那妖柳线出来的时候 或许还不会让观众难以接受 可是你宣传纯爱 还三心二意 这就很难让人接受了 现在的 长相思二 就像是一块压缩饼干 里面什么都有 但是什么都很敷衍 目的不是为了好吃 只是为了填饱肚子 所有的剧情 犹如走马观花一般 将所有的名场面 一个一个串联起来 没有前奏 没有过渡 全是高潮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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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